大家好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 但是应该是在 刚才是在新光三月 应该是在信义区 看到一个小岔口我就走进来了 进来转转感受一下乡土气息 本地的小社区的样子 今天我没有带麦克风 所以说明可能效果不是太好 请大家见谅 这是社区里面的小菜市场 感觉跟中国非常的相似 所以在加拿大如果你有乡愁的话 想回中国的话 那就来台湾好了 周围都是一些老式的居民群 烧火肾 啖火生此起彼伏 哈威大叔在 以胜利的首饰 非常可爱 至于我为什么来这里呢 是因为刚刚去买一些3C产品 其实就是电子产品 因为之前在曹青城董事长做节目的时候 他给了我一个移动硬盘 把我们的节目拷贝到里边 但是我没有办法拷贝到我的电脑里 因为电脑容量不够 所以刚才我找地方去买这个3C产品 就是一个移动硬盘 刚刚买到 然后现在就准备走去三立电视台 他们有一个节目邀请 其实我可以坐车过去的 但是想走一走 因为时间还早 他们的节目是8点钟开始 现在6点钟 我一边走一边逛 然后找个地方 随便吃点东西 就可以去三立电视台了 手工馒头 10元 好像是一包10元 如果一包10元的话 合成家园 就是五毛钱 台湾的生活成本 真的是比欧美要低很多很多 来台湾半个多月了 一次在地摊上都没吃过 全部都是在饭店 餐厅 因为实在是不太敢在这里面吃 也许本地人吃了没事 但是我吃了可能就有事 很多人在海外生活时间长了 回到中国去就会闹肚子 因为有很多的细菌 很多在加拿大不常见的东西 吃到肚子里就可能吃坏肚子 我不知道在台湾是怎么样 会不会更干净一点 至少在食品安全方面 我觉得更安全一点 更放心一点 我相信这地方应该算是 海北最市井的地方了 哇 这一只鸡啊 这应该是假的 吓我一跳 时不时会看到台北有些是包着头的穆斯林啊 应该是马兰西亚那边来的移民吧 可能应该是务工人员 就是家政服务啊 用人啊这样的 我都不知道现在我走到哪里了 我印象中刚才看了一眼地图应该方向没错 一会儿去三立主要谈的内容 有可能大家可能 收看不到啊 就一部分人能看到 如果专门去找的话 我可以简单地讲两句就是 他们会问关于赖清他当选之后 立刻有一个邦交国宣布跟台湾断交 那这件事情让我发表一下观点 走这边吧 走大路吧 这个居民楼 请问跟中国的居民楼有什么不同之处 就没有那么多的戒心 就是刚才那个话题啊 所谓的断交啊 其实我很早之前节目里讲过了 断交就断交 无所谓的 断交几个也没关系 他们不承认中华民国就算了 因为全世界都本来也没有 多几个国家承认 大家都不承认 连美国都不承认中华民国 大家都有所谓一中政策 就是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所以说今天大家跟中华民国 断交没关系 未来会跟台湾战 未来会跟台湾建交 特别是当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升级到一定程度之后 当然前一条件是中美大战 或者是中美决裂 我看这边基本上都是还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 几乎没有看到有人违反交通规则 但北京在中国很常见的 过一个红绿灯 十字路口步行的人 基本上都能遵守红绿灯 即使没有车的情况 这点让我有点惊讶 哪怕是在曼哈顿 纽约曼哈顿都没人遵守交通规则 至少行人来说都是横穿马路的 没有办法 实在是没有办法 我没有时间回到酒店 再跟大家做时政评论的节目了 一个是该说的话 在这一天的所有行程当中 接受各个媒体采访都该说过一遍了 另外就是也没有时间了 回去已经累得要死 就直接睡觉了 我只能一边步行 一边走着 一边跟大家去学店聊几句 这样属于比较偷懒的方式 大家不愿意看也没关系 等我回到多伦多 踏踏实实的 再跟大家去做节目 所以不着急 毕竟做了四年了 好容易能够休息一下 散散心活动活动 虽然也很累 但是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生活节奏 最近这半个多月 我觉得也挺好 也给很多观众一个新的体验 就是很多的海外华人 其实是支持我们的政治立场 反对共产党的独裁专制 支持民主自由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仍然有大一统的思想 甚至台湾 甚至他们觉得 中国就算民主了 也要统一台湾 台湾如果拒绝统一 台湾宣布独立的话 那就是打台湾 实现武统 我看到这个都是 惊掉了下巴 这些言论出自于知名的反共人士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新浩年 看到之后真的 瞠目结舌 他到底有没有理解 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 理解不解什么叫做人权 前面好像很热闹 这个地方叫松山车站 刚刚看了地图 原来前边是 一个夜市 台北路口很有意思 不少路口都可以斜着过 很方便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日本 跟香港学的 这一个国民小学 就一个国民小学 也就是这样的地方 也就是这样的地方 也就是因为 我们在美国 这个叫什么慈幼宫 饶河街也是 好像我来之前就听说了有人 快网上有建议说要来这个也是更好 进去看一眼就出来吧 这个是这一粒 这里要交给我就好了 我们走来走 2,49号 0到1号 回来的冷击期间 回来是个高红 下来1号 回来的病毒生 这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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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要登记 各位善信大德 如意登记 新一年度 安太岁 点灯明灯 点光明灯 钥匙灯 全家福寿贵 请自行填写资料 这就是台湾的宫庙文化 非常盛行 这是一个 所以算是一种习俗吧 也不能说是信仰 因为信仰的话 一定是超世俗的 但是这种 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世俗的 像保平安 就是很有实用主义的 这种需求 这是东亚文化的一个特点 他讲的不是来生 而是金生 不管是考取功名 还是长寿 还是求姻缘 等等 都是有非常实际的效果 或者说他们对此抱有期望 能够有神明保佑 昨天观众留言还说呢 跑到夜市去转了一圈 最后还是去餐厅吃 觉得比较有趣 比较奇怪 也许今天我会破一次例 找个看着不会闹肚子的东西吃 比较卫生一点 当然了 不是说别的东西不卫生 只是本人的体质问题 毕竟在加拿大这种 无群环境下时间长了 这是我来台湾吃的第一顿 第一顿夜市里的吃 这个你好 你好 谢谢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上了两次年代 别人就已经能叫出我的名字来了 一般我会看电视 看到一个嘉宾 讲完话 我不太可能记住他的相貌 当然也有可能 有的观众是长期看我节目的 这个摇河之夜是还蛮大的 摇河街夜市还是很大的 还有其他的 是面倒四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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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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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